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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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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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按钮实现形状的叠放次序 在文档中插入了多个形状后 若需要对形状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对齐 可以通过设置形状对齐方式来实现 设置形状对齐方式的操作方法为 选择需要对齐的多个形状 在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排列选项组中 单击对齐按钮的下拉列表 选择需要的对齐方式即可完成形状的对齐设置 需要将多个形状沿中轴对齐 可以使用左右居中方式来实现 需要设置多个形状水平间隔相同距离 可以使用横向分布的方式来实现 使用组合功能可以将多个形状组合成为一个对象 以便更好的对形状进行整体移动 调整大小等操作 也可以将已经组合的对象取消组合 以便对多个形状进行单独处理 操作方法为 选择需要组合的多个形状 在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排列选项组中 单击组合下拉列表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组合命令即可 若需要取消对象的组合操作方法类似 只需要最后单击下拉列表中的取消组合命令即可 要实现图文混排 可以设置形状的文字环绕方式 让文字按照一定的方式环绕形状对象 在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排列选项组中 单击文字环绕下拉列表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环绕方式即可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嵌入形 将形状作为字符插入到文字中间 只能随文字移动而移动 四周形 形状占据一个矩形区域 文字以矩形方式在四周环绕 紧密形 形状占据其轮廓为界的区域 文字在轮廓区域四周紧密环绕 穿越形 与紧密形类似 若形状是空心的 文字可穿过空心区域显示 上下形 形状占据一整块水平区域 文字环绕在图片上方和下方 乘于文字下方 形状作为背景处于文字下方 文字将覆盖形状 符于文字上方 形状在文字的上方 会覆盖形状区域的文字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